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胡仁主场迎战步行者 这是胡仁这个月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之后就要开启六连克 此前步行者战绩为15胜29负,排名东部第13 胡仁战绩为22胜22负,排名西部第7 整场比赛看下来,五位砸沉 胡仁达到第二节,一度领先步行者15分之多 步行者要防守没防守,要进攻没进攻 胡仁这边老战和塔克早早进入状态 但是从第二节后半段开始,胡仁攻防全部崩盘 第三节简直就是在乱来,打到第四节 勒维尔突然爆发,美图外头砍下22分 带队拉开11分分差,最终胡仁104比111 西败步行者,步行者结束四连败 胡仁今天依旧安排霍华德加布拉德里加阿里扎搭档 微少老战,在我看来,戴维斯回归前 霍华德能坐稳首发中锋的位置 这主要来自于胡仁顾问蓝比斯和佩林卡的施压 也算是对沃格尔的一次警告 这套阵容胡仁能不能打好呢 事实证明绝对可以 霍华德他经验很丰富 当老战或者微少持球冲击篮下的时候 霍华德会提前来到弱侧 腾出篮下空间,但是又能冲抢篮板球 第一节胡仁打得多好 老战频繁冲击篮下 霍华德的前场篮板球 微少的干嘛三分 而后半段塔克又挑起大梁 包括第二节老瞻继续冲击篮下 主攻猛可追身三分 还有微少上篮不重时 霍华德的补篮 包括老瞻的背扣 看起来上半场胡仁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老瞻半场18分,塔克10分 但是胡仁忽略了一个关键短板 那就是挡拆防守目的不明确 主要出现在霍华德和微少之间 上半场不行者已经抓住这个机会 依靠布罗格顿和萨博尼斯玩起二人转 到了下半场 不行者一度反超胡仁 就是因为胡仁防守端固此势比 微少放挡拆 他跟不上自己应该对位的布罗格顿 如果霍华德出来补防 一时速度慢 二时会漏掉萨博尼斯 如果霍华德不出来 那布罗格顿可以攻击 可以和萨博尼斯继续挡拆换人 萨博尼斯也可以拉出来头三分 实际上沃格尔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换下微少休息 哪怕尚里夫斯和斯坦利约翰逊 都能给霍华德一些保护 要么就下霍华德 胡仁遇到挡拆换人 保护微少 但改变不了微少是防守漏杀的事实 而第三节后半段 胡仁替补是上场后才稳定局势 安东尼的单打加踩现场两分 李夫斯的上篮又大听不行者 整体来说 胡仁替补无名球员 攻防更均衡 表现更好 而胡仁首发 老战在不断得分 霍华德在兢兢业业帮助队友赌裤 阿里扎没有表现 普拉德利追着对手满场飞奔 微少除了拿四季三分球之外 其他的表现都不及格 他在场对于其他四名队友来说 防守端是很大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 沃格尔其实多给塔克 门客一些时间 效果会更好 他们两个人的持球攻况效率不错 加上安东尼的手感 斯坦利约翰逊防守专注度 哪怕老瞻衔接断不带队 那也比微少在场墙不少 沃格尔这么厉害的主教练 他能看不懂吗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帮助微少拔苗助长也好 先胡人管理层证明 微少不适合胡人也罢 沃格尔是有自己小心思的 微少和沃格尔之间的心照不宣 上一场老瞻带着衔接断 在第四季逆转绝世 直到最后三分钟才上微少 今天 沃格尔依旧不给微少带队衔接断的机会 顺确来说沃格尔在三个弦阶段 让老瞻带队打了一回 让门克和塔克带队打了一回 成绩攻防是比较稳定高效的 而微少上场后 实话是说 特里夫斯 门克他们格格不入 尽管身边还有老瞻 但是微少持球单打的效力也太低了 不完全统计 五次闪蓝不中 这还不包括霍华德给他完成高质量挡拆后 行程的空位中距离也都在打铁 换句话说 在沃格尔的战术设计中 霍华德释放到微少短板的棋子 即便如此 沃格尔并没有做出应该有的及时调整 比如让老瞻去五号位 比如让利夫斯或者斯坦利约翰逊 保护一下侧翼 反而继续让微少扮演胡人漏洞角色 在我看来 就是有意而为之 也许沃格尔想让管理层看到 微少现在状态有多糟糕 也许他本质上并不希望 让微少打破球队的平衡 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当塔克在爆发 安东民在爆发 詹姆斯稳定输出时 胡人在下半场被对手反超后压着打 防守端的问题 进攻端已经弥补不了了 而最后时刻 詹姆斯加布拉德里加安东尼加塔克加微少的阵容 就是进攻端输死一波 但是结果呢 防守端已经完全丧失了外线的强度 自己右头不进 比赛太难看了 关于最后的结果 其实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只步行者来说 他们现在就是各自为战的局面 手感顺了 也确实能够给胡人制造一些麻烦 胡人不应该因为赢一次爵士就沾沾自喜 今天胡人的防守强度太差了 特别是首发 此外微少防守都已经慢慢有专注度不足 转变成态度问题 有些球 他现在也选择放弃防守 如果都这样 那胡人本赛季真的完了 或者说 微少真要破冠破摔 不知道胡人管理层该如何应对微少这个问题 但在我看来 波格尔已经慢慢选择了放弃 交易留言知多少 一如胡人深思海 随着交易截至日临近 各支球队摇起呐喊 肆意都受着昔日曾视如珍宝的汉奖 当然重建的球队也不在少数 这不 活塞的格兰特算是成了香伯伯 看照媒体的说法 有多大12支球队正在试图追求格兰特 其中不乏胡人 绝世与开拓者等 至于活塞的要价 无非就是两个首轮 或一个首轮加一位潜力新星 这笔交易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边格兰特看着自己如此受追捧 开始白奇普来 发表了一份交易声明 如果新东家 能给我重要的戏分队内第一或第二进攻选择 那就免谈 另外格兰特还表示 自己希望得到一份四年1.12亿美元的合同 由此可见 这家伙对于加盟争冠球队兴趣不大 毕竟年轻就是资本 先把钱赚到手 比啥都实在 胡人这边算是眼馋格兰特一球 不过鉴于筹码实在不够看 被活塞一口给回绝了 当然胡人这思也不是认输的主 一方面他们开始猛打诈骗电话 联络各队制服组 大致意思就是 小乔的要不 白点 别挂电话 还有被子猫 要的话一定拿走 不信给你大点钱 考虑考虑呗 另一方面 胡人已经把小塔克列入兜手名单 鉴于胡人阵中老的老 残的残 小塔克成了胡人交易球变的最后希望 可想要补强 但单一个小塔克分量还远远不够 必须再搭上2027年首轮千财勉强有戏 另外在寻求交易暂时无果之后 胡人管理层想到了沃格尔 毕竟这口大锅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背吧 据他记者Bill Orum和Sam Amick的报道 胡人的幕后 沃格尔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原因是他们前几天的比赛中惨败绝近37分 如果战绝是胡人依旧是这种惨败 很有可能成为沃帅指教胡人的最后一役 好在是胡人全队争气 给了沃帅一口喘息至极 不过这并不代表沃帅已经安全了 文中有提到 胡人高层会根据每场比赛的表现 来评估沃格尔的表现 一旦球队无法持续取得正面的进战 沃格尔随时可能拎包走人 然而本场比赛却继续输球了 其实话说到这份上 距离沃格尔下档也就不远了 美其名曰 比赛见真章 其实不过是胡人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 这个契机可能是一场惨败 可能是战绩不及预期 可能是 反正老板看你不顺眼 啥借口都能给扣到你的头上 比如纽约时报记者Mark Stein说的 我也听说了沃格尔率为严重危险这件事情 原因是他不适合带领老化阵容 而且还要对农眉哥的缺席负责任等等 好吧 这都是什么借口 不适合带老化阵容 救胡人这阵容是老龄化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啊 修在其巴斯家族一意孤行搞来少爷 本来一旁好奇彻底给玩崩了 少爷来了场上拖空间 每空间只能效仿昔日的火箭 白无小 可胡人这无小要防守没防守 要三分没三分 这话虽然也是无解的此局啊 再说妹妹的伤病 这也能怪到主角头上 就挺离谱的 所以 这位两年前刚刚帮助胡人 拿下总冠军的主帅 如今陷入了一堆危机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赛城过半胡人战绩不达预期 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这个时候 总得有人站出来承受媒体 穷密的满腔怒火 我哥儿就是最好的人选 毕竟总不能让老板自己承认 倒来位 稍做错了吧 个人友情建议 胡人最后有这点 切勿上头 胸部千兴是来看已经陪了夫人 再把兵都折没了就不值得 我进去 还有我有 Eye 在你的赵 dining里 导致在酷非常理想